天天教最中国的精英在我的大学里面 她说妮口那个英文 妮口那个媒体的天赋 和她的身体语言 和这个女人爆发出来那种 追求正义的勇敢 她说这个女人太可爱了 她说我看到Rachel现在坐在那里 四平八稳的直播在加拿大 看着她和那个风中的对话 她说你能感到这个Rachel 在这个一次一次的事情之后 她再成熟 真的变得更漂亮 那不是我说的 然后看到我们推出的画面 有时候声音不好 不清醒做的不好 但是现场整个跟过去完全经费西比 看到了那个小王子 他说这个王子这个小伙子太棒了 他说中国哪有这样的男人 他说你把小王子和中国外交部 培养的14亿人选出来的几个人 什么赵立坚的 什么扭定康的 你跟他比比七哥 这才叫真正的男人的 看到罗伊在背后 给人家发那个宣传帖子 然后跟美国人的老太太讲话 他说咱们这些兄弟 都讲那么好的英文的 他说我这是大学一个校长 我都讲不出英文的 我讲不出口啊 我课堂上行 我下去不行了 然后看到了悟空站在前面 他说这悟空刚出去 这咋就变成这样了 如此之勇敢 站在大街上 他说我就觉得咱这战友 就是曼哈顿的神哪 主人哪 然后看到他们在那个 走前面走着有秩序举着牌 说如果新中国联邦 这些人 不能代表中国人 谁还能代表中国人